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来欢迎新来宾 首先国民党立委李德伟委员 主持人好大家好 国安战略专家陈文贾教授 大家好 丹大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马主任教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是军情有航空网站主编 石小伟小伟兄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晚安 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带您来关注的 就是在早上这则消息震撼了各界 那么也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 由中国央视率先报导说 中国共产党第17届 18届跟19届 连续三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同时也是国务院的前总理李克强 最近在上海休息 但是在10月26号 就是在这两天 因为突发心脏病 经过全力抢救无效 10月27号临时时分 在上海逝世 享年68岁 顾文后发 那么李克强呢 在3月退休之后 其实就有半年的时间 没有公开的露面 最近一次露面呢 其实是在看到在8月30号 那么看到他出席在这个场合 这是哪里呢 这是敦煌的墨高窟 当时呢 还有人陪同 而且李克强没有戴口罩 气色看起来相当不错 确实今天这个消息 出来之后 那么立刻成为了 微博热搜榜的第一名 虽然说李克强 他现在已经不在政坛 也卸下了总理的职务 但是仍然有非常多的大陆民众 对于李克强是非常的推崇 跟想念的 而他的奏势 当然现在各方呢 也出现了一些揣测 那有不同的揣测 不过我们回到李克强本人 68岁还相当的年轻 所以这个突如来的消息呢 确实令人非常的震惊 孟老师 我想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新闻 因为是央视发布的嘛 其实也相当的震惊 但是必须说这样 如果他的问题是来自于心脏的话 那当然是有可能 就是在某种情况底下发作就走了 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就是我们对于 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也好 或是这个世界上所有 不管民主国家威权国家的领导人 健康其实都是谜 因为这个都是最高机密 所以我们很难知道 他们的领导阶层里面的身体状况 不管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 所以我们很难从8月份 他的活动上面去判断 他的健康状况 不过他在 据说是在游泳的时候过世 那表示他应该有运动的习惯 但是在病理上 应该存在这种可能性 那我从这个政治上来推敲的话 因为有传言说是习近平 这个用某种方式让他死亡 但是我觉得这个在 实作上的可能性很低 因为习近平现在的权力很大 你看团派就完全视为了 在20大之后的这个中央委员里面 24位没有一个是团派 然后你也可以发现在 今年的这个共青团的成员 少了300多万 意思是说大家其实看到团派的视为 然后他没有办法成为挑战习近平权力的一个集团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时候 如果要刻意用暗杀或不当的手段让他死亡 我觉得可能性相对小 对 逻辑上面的话 这种揣刺好像也不是很合理 而且最主要是说还要想的是 那你动机为何 不过李克强奏势的消息 我们也看到是李克强他身为中共的党国元老 其实大家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也觉得这身边应该会有专属的医疗团队 来负责他的健康 为什么会是突然的一个心脏病 不过心脏病突发 确实就是说来就来的 那在台湾这边有医师分析 就是说现在的心脏的电脑断层 非常的普及 很容易可以掌握 冠状动脉有没有出现狭窄 并且能够在优先时间提供提前治疗 那比如说像是在心脏安装 这个节律器来预防 或者是随身的这些随护 带着AED 就是现在很热门的 这个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占器 来进行第一时间的抢救 那有一些心脏病的患者 一般也会多半是携带这个舌下钉 作为如果一旦遇到了心肌梗塞 或者出现心脚痛的时候 救急之用 在台湾我们也知道 李前总统之前也是心脏有状况 而且装了12支的支架 从这个经验来看 我们对于这个最高领导人的医疗规格 即便是在他们卸任之后 我请教文教老师 仍然会如何的做到一个 全面性的看护跟保护 当然其实就一个国家 就是正国籍的 像比如中共这个政治局常委 这七个都是这个所谓正国籍的 他下来一定有收到很严密的保护 比如说这个中共中央 他有一个办公厅的一个警卫局 他保护了安全 其实他有专属的这个医疗团队 那我想到今天这下来传出来 其实刚开始我们就是认为说 可能就心脏病处事 可能不可抗力 但是是讲一般人 像这种严密保护的 就像刚刚主任所讲的 他又平时他每天都要量铁温 去做一些检查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发生的几率 其实是小 人家说小几率 就是很小很小的几率 那我觉得可能这个部分 这是可以质疑的 此外呢 其实他送去的医院 其实也不是说太有名的一个医院 其实在上海也有更好的医院 就他送去的医院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 大家质疑的是说 他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 你说这个医院的规客 对上海 这个他是叫上海中医药大学的 一个附属曙光医院 其实应该有更好的医院可以送 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就引起第二个一个大家的差异 第三个 他这个死亡跟这个的时间 我觉得是比较巧合的 他是死亡在这个凌晨的 就是零点十分 这零点十分刚好是跟谁的时间 是一样呢 跟毛泽东 毛泽东一样 我觉得这是可能就巧合 我想说我是也应该想到这个部分 那当然了 其实这个普遍关切的问题 就是说像刚刚这个 马老师也提到说 其实就中国他这个领导人的 他健康的病例 往往都是怎么样 都是保密的 也不容易去公开 譬如说我们以前的这个 被大家比较好奇的 就是说像江泽民 我们一直说 一直拆拆拆拆了十年才死亡 那还有刚刚这个邓小平 我们也拆了十年才死亡 因此这样的看起来是很难去掌握的 但是我总觉得呢 在这个可能我认为是 最有可能就是所谓的被心脏病 或是说被消极治疗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其实在北戴河的时候 那时候讲说 就有人质疑这个习近平 他的治国跟这个经济无能 那但是传出来是说 可能在你记得大概二十大之前 有提到一个部分 就是说由习下礼上 因为那时候习近平到这个李克强两岁 其实七上八下 应该是那时候李克强六七岁 他还可以继续往上接 但是没有就由习近平 那习近平他接下来之后呢 可能认为说 他现在根本最大的 最大的这个如果要维稳 他保持他的这个永久的执政 可能最大的劲敌就是李克强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习近平基于握他自旁起人 他的憨碎之下 让李克强自然被心脏兵而猝死 您刚提到被消极治疗这件事情 当然也有一些讨论围绕在说 是不是有所谓的延误就医 这样的状况 我们从前苏联最高领导人史达林 当年逝世的这个过程来分析 那讲到了前苏联 当然想到俄罗斯 因为最近这个普丁也传出 说他是不是已经有这个死讯 当然也有很多的揣测 好 回到史达林 史达林是在1953年3月1号的清晨 出状况 然后在3月5号的夜间 被宣告这个死亡 过了5天半才过世 根据有一本这个医书 就是世界史文不出的药水味 那些外国名人生老病死 这本书所记述 说史达林呢 在医生的这个整治过程当中 并没有实施太多有效的救治手段 不过坦白说啦 如果身为医生一定是全力抢救 那怎么看这件事情 其实这不是不可能 当然你要从当时苏联的氛围来看 那首先大家先说 史达林他为什么会那天突然脑溢血 因为当然之前大家都觉得 史达林这个人非常健康 虽然有点高血压 但是好像感觉这个 也不是到那个危险的这样一个程度 但是史达林的生活习惯不太好 第一他喜欢熬夜 他是个超级夜猫子 其实大家不知道 二战时候几个著名的这个领导人 像比如说英国的丘吉尔 然后这个苏联的史达林 还有德国的西特尔 这几人都是超级夜猫子的 然后他就习惯晚睡 再加上史达林的烟瘾很重 然后又爱喝酒 而且因为大家可能又不知道 史达林不是俄罗斯人 他是乔治亚人 或者说讲格鲁西亚 就Gluchia 他这个地方的人 他在外交加索过来的 他特别喜欢喝他那种家乡特制 特调的一种葡萄酒 所以就是烟 人家说烟酒不沾 是一个健康生活习惯 他是烟也 既也抽烟又喝酒 然后再加上前一天晚上 就2月28号晚上 那天其实有好几个人 在他那个小的Villa 在他那个小别墅里面聚会 那几个人都很重要 包含像他的指定 他的清定继承人 叫玛丽维夫 还有包含内务部的头脑 贝利亚 还有包含像后来 真正纪大卫的赫兀雪夫 然后他旁边像什么米羔羊等等 好几个人在那边 大家一块喝酒聊天 聊得非常开心 然后后来半夜散了以后 然后史达林在他卧室里面 突然就那个 可能就一阵就撕起来 然后就倒下去了 然后但是因为你知道 像那个史达林这种大独裁者 他对他的这个生活安排 安全是要求最重要 所以门口有两个卫兵 但是这两个卫兵 如果在史达林 没有召唤的情况下 他是不能进去的 所以当听到里面 就算听到里面碰的一声 他们也不敢怎么样 因为史达林没有家 也不能夺门而入 也不敢夺门而入 然后一直到隔天上午 送早餐的那个奥巴桑 开门进去之后才发现 他已经倒在那边 那已经多久了 对 已经一个晚上 就赶快把这些 这些那个苏共中央政治局 这些大官通通找来 那大家每个人在那边 看着他面面相去 对不对 然后大概也知道 状况可能不太乐观 然后又折腾了半天 才去把当时在莫斯科 还存在的那些医生找来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医生都是知识分子 然后都被这个可能 史达林认为说 你这个可能要密谋谋害我 密谋谋害我这样 通通都丢到西伯利亚去 在莫斯科残存的这些医生们来 然后经过一阵会诊 就说他是脑力血 而且因为延误了这么久 已经没办法救了 就没有办法再积极救治了 所以既然这样的情况 那对于这些 这个苏共中央政治局 这几个大佬来说 既然不能救了 那就让这个史达林 看看他到底 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因为如果真的起来了 这几个人 每个人心中各怀鬼胎 就想说 你是不是会想要怎么样 我会不会怎么样 所以这时候反而就说 等到史达林如果真的自然走了 而且他们在史达林还没走 就已经开始合纵连横了 后面就引起了一场 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夺权斗争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看这种大的独裁者 真的怎么样的时候 你会发现反而大家会觉得 就让他自然的进行吧 是 不 李克强离开 你说68岁 确实真的是很年轻 我们来看到画面右方 即任的这些大陆的前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最下面 这个他是籍贯是安徽 他是第七任的国务院总理 他逝世的时间是68岁 这个可是如果跟前面几任的 比较起来的话 赵紫阳是85岁过世 然后李鹏90岁 那朱镕基现在还在 是95岁 非常的高寿 温家宝也是很高寿 现在是81岁 所以比较起来 68岁真的是英年早逝 最近看到这个大陆的高层人士 有很多的状况 比如说在军方 火箭军 包括火防部长 还有外长 这些人士整肃 当然财政部长 最近也换人 难免也被联想说 那会不会有关联 但也许是想太多 想太远了 不过委员您了解 中共最高领导人在退位之后 大家还在关注 他们私底下 实际他们可以发挥的影响力 还有这么大吗 应该这样讲 其实真的叫见仁见智 中共到现在习近平 是第五代的领导人 当然从第一代的毛泽东开始 但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基本上就是叫做 党政军三位一体 那党就是总书记 政就是国家主席 军就是军委会的主席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当然我们去 中国大陆比较流行 所谓的隔代的来指定 这个接班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比较特殊的 当然前面毛泽东 邓小平 我想我们就不太多谈 但是以江泽民而言 比较近期的 对 比较近期的 江泽民而言 大家可以注意到 江泽民在卸下了总书记以后 他的军委会主席 两年多才交出去 所以他实际上 共产党就讲 枪杆子出政权 还是有那个军权 是 所以你虽然 国家主席交出去 政治交出去 你党总书记交出去 但是我手里还有 军委会主席的时候 我所讲话的分量跟身份 完全不相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江泽民时代 基本上他就是卸下了以后 两年半以后 才把军委会主席交出去 不是很阿萨里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到后来下一任的胡锦涛 基本上胡锦涛 因为他任期的关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习近平的接班 是相对稳定 所以虽然说有一点点时间差 但是彼此之间差距不大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胡锦涛是 整个把三个党政军 一起交给了习近平 让他接班 所以完全还是看位子的问题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分析地缘局势 周晚到周六 晚间九点 环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传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 开启小铃铛 by bwd6